大家好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这场战争呢 已经快三周了 但是呢 现在其实这个结局已经非常明朗 就是普京肯定是输定的 中间有非常多的原因 然后呢 但是呢 这件事情呢 正在全球发生 它的效果 它的影响 它的后果 初步的这种结果 正在全球 这个影响正在全球展开 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油价 因为俄罗斯在侵略 为什么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刚开始它会悍然地这样做呢 它其中有一个判断 就是它认为欧洲 甚至全世界 对俄罗斯的这种 石油人员的依靠 是让 让他们不可能 全部参与到这当中来 如果欧洲 或者是他们不可能 跟俄罗斯切断经济联系 他们不再制裁俄罗斯上 他们叫做投鼠机器 因为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需求 是非常大的 一旦俄罗斯 认为欧洲永远离不开俄罗斯 一旦他们敢制裁俄罗斯 俄罗斯可以通过 因为它总是 原来也这样做过 它总是可以通过 控制能源出口的方式 来卡脖子 你像欧洲的核心国家 德法 德国 对俄罗斯的这种 依存度 还有一些小的国家 非常非常高 所以这一点是 他的一个判断的基础 但他没想到 西方这些国家 在看到他出兵之后 就是说愿意自己断碗 愿意自己忍受巨大的损失 也不惜跟俄罗斯切断经济联系 就寄出了 马上就没过几天就寄出了 就是把俄罗斯踢出Swift的这个杀招 这种叫军容核弹 但同时呢 这一招还不够的情况下 那从美国领头 就开始就说 不买俄罗斯的人员 这个 当然欧洲的有些国家 到现在为止 他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包括德国也没做到这一点 但他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但是呢 很多国家做到 这一点做到的一个直接的结果 就是全球的油价直接往上涨 也就是最近一个星期啊 西尼的油价就涨了 25%到30% 非常高了 非常非常高了 所以 这种油价真的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这个比原来历史上最高价 都还要高 将近25% 所以 每个人都在付出代价 像我们就远离战火 我们在这个 另外一个半球 在东半球 在南半球 地球的另外一面 但我们同样承受这个巨大的损失 据说 据说 每一个澳洲人 澳洲本能可能影响还算是比较小的 但即使如此啊 每个澳洲人因为这个战争 每个星期还要多支出几十块钱吧 几十到一百澳元的成本 生活成本 因为这个汽油的涨价 这个不是 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它要把交通能源 它把这个几乎所有的东西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会消耗能源 你一旦汽油涨价 你包括很多服务费 全部往上涨 经济的影响还是全方面的 更让我吃惊的是呢 这个中国的油价涨得跟澳洲差不多了 你怎么着吗 澳洲是个很贵的地方 它毕竟地处偏远 你澳洲在石油上是需要纯进口 虽然澳洲的天然气和煤是大量出口 但是澳洲的石油是不够的 所以澳洲是个石油对外依存度非常高的国家 所以我们的油价其实是平时是偏高的 但是我没想到中国的油价 你折合成澳元就绝对价格 你按照现在澳元和人民币的一个比值 你来算 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涨上去的价格差不多了 但是你工资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中国的普遍工资还是非常低的 然后中国工资在这个地方如果是绝对值的话 你在这地方过不下去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中国的油价涨到那个地步之后 对于中国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就太高了 这个对于整体社会运行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当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中国跟这个跟这个俄罗斯不是盟国吗 现在就某种意义上实质上的盟国啊 那个完全可以拿到这个便宜的石油 但是但是因为这个石油是 就是说你在这个石油贸易当中 你回避不开 你要不就使用美元或者欧元 你没有办法 所以据说现在俄罗斯的某些石油 就是比如按照10%的价格卖都没有人来买 原因 当然从西方的角度它是抵制 它没有一个公司能够去买 它也买了 它就违反了这个制裁的法律 但是像中国它也没办法买 因为它还是得走那个清算系统 当然我相信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可以用异货的方式 就是不涉及到现金交易的话 异货方式也可以也可以做 但但可能还不够 就是说还没有说这么短暂的时间内它能补上去 这个油价涨上去了 中国除此之外 中国油价高的还有个原因 就除了这个 和其他地方一样 它的这个是原油的交易 因为受到国际金融系统的限制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中国中国是国内是用人民币来增加 比如说汽油的 但是你在汽油实际的价值是用美元定的 但是人民币和美元的这个兑换是虚高的 就是说人民币和美元绝对不是个市场定价 是它中国我原来也说过 中国的人民银行是自己定的 那这个价钱是你要放在石油上就是一个不合算的价钱 就是对中国的为什么什么中石化中石油 其实这个国家的补贴非常多 他们全世界各地也去到处去开采 为什么他们还亏 有的时候每年亏好多好多 原因就是因为在外汇上 他们到外面去购买这个石油也好 中国也是个石油的进口国家 中国对石油的对外异程度是非常高的 那在这种 它必须花美元 但它卖的都是人民币 这样它就会记得很高的人民币 然后它就花很多美元 这个时候政府你说按照官家给你把美元就合理人民币对吗 肯定不会的 因为它会消耗很多的人民币美元 这个时候政府就会用一些就更合理的价格 也或者说在给你提供这个外汇的时候 就会附加这样那样的条件 对实际它的实际成本 实际的 早上这人民币成本是非常高的 绝对不是简单拿那个汇率这样算的 所以它会造成它非常多的亏损 所以中国这个油价根本就压不下去了 所以就有这两个因素在里头 但是这油价也上去 那中国经济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现在最近 比如说中国的股 特别是那个 那个中概股 就在美国上市的中国股票 这个突然发生了 就是垮大式的 大跌 中国好像在美国有300多家 两三百家中概股 这样这些股票呢 岌岌可危 他们在美国 当然美国也提出来 就是说最后想 就干脆就让这些股票就退市算了 也就是说 美国实际上做好跟中国进一步恶化 它的经济关系 甚至各方面全面的关系 就进一步脱钩的这种准备了 因为就很简单 这个整个这件事情 俄罗斯这个战争的这个事情 把中美关系继续往插的方向推 因为俄罗斯这个战争 其实是由中国在后面 因为首先普京非常明显地访问了 就因为冬奥访问了中国 而且在这个期间签订了非常多的打单 包括中国对他的各种支持 而且非常奇怪的是 中国一下子开放了美国的 俄罗斯的小麦进口 原来本来俄罗斯的小麦有问题了 它有它自己的病 中国原来是不能够进口俄罗斯小麦 怕把这种农作物 这种有病的农作物 这种病毒带进来 那就对本国的农业 是一种巨大的冲击 是一种毁灭性打击 这很小型的 但实际上呢 最后它中国为了支援 俄罗斯做出 就是全面放开了 这种举动就是不同寻常的 但这举动其实背后说明什么 它就是支持俄罗斯去打这个仗 而且是做出了实际的这种行为 就是实实在在的输送了利益 中国这种买卖的方式 那这一点在西方也看得很清楚 而且中国到目前为止 也不谴责俄罗斯是侵略 但目前为止还不谴责 在所有关于俄罗斯的投票上 它最多就是投弃权 它绝对不会投去反对 它绝对不会去投 支持国际社会谴责俄罗斯的 所以他当然还没敢投支持俄罗斯 还比朝鲜稍微那么克制的一点点 但这点谁都知道 真正背后的大哥是他 以至于你看最近最好笑的是 普京居然因为普京知道中国有很多人拥护普京 这简直是普京打地 普京在中国是一个属于红人 他可能在俄罗斯的支持率都没在中国这么高 所以他就搞了一个 就是说 搞了一个计划 就是说欢迎中国人 俄罗斯去加入 成为自愿兵 加入在俄军当中支持俄国的战争 你就说明普京对于中国的既予的期望 当然他肯定会失望的 这些中国的就算粉红也好 都是非常狡猾的 表面上 你让他真的想给俄罗斯进行实际的这种资源 他绝对不干 中国共产党也是这样的 因为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 俄罗斯稍微吃紧了一下 然后中国马上在南海安排了一个针对台湾的军事演习 但是后来发现俄罗斯越打越差 俄罗斯不行了 开始翻盘了 俄罗斯肯定要失败了 你看中国这边他也没有做出更多的动作 他就算是当时谈好的 支持资源他也不敢去自由 但中国现在的确确处于一个非常 我认为中国的第一领导人习近平 他肯定是不愿意 他和普京之间其实是 他曾经说过普京是和他非常相似的一个人 就在思想上各方面 他是一种非常有很多共同语言的 他们的目标 他们的大方 他们的梦想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永久的做这个领导人 这个普京也在 普京已经永久的做了二十多年了 习近平也做了十年了 然后呢 大家都想着继续做 继续做下去的 所以他们俩可以说是一拍即合的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习近平是不会愿意站到 就是在他的哥们 普京真正是他的哥们 是他的非常好的朋友 他从内心当中是非常支持普京 可惜普京非常的不争气这次 非常的愚蠢 他不了解俄罗斯 他不了解天高地厚 不了解俄罗斯到底有多大的水平 就干了这么一件蠢事 但是这没办法 所以习近平 当然他也没有足够多的能力 中国敢或者胆略去真正的投身 就干脆就跟普京站在一起 干脆参战或者 他还不敢这么做 但是他也绝对不愿意 说是就跟普京翻脸 就把普京推到前面来 其实当然对中国来说最明智的做法 就是投身到美国这个阵营当中来 这样的话 美国肯定和中国之间关系 会提升很几个数量级 这个时候正好是投身的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普京不是靠你 那现在普京变成了希特勒了 你干嘛还不跟他保持距离呢 你还跟他参在一起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不是 普京现在状态不是一般人的状态 他就是一个战犯的状态 他找不出理由来合法化 合理化他的这次侵略 所以谁跟他产的气谁倒霉 但是习近平还没有说 有这个胆识跟他对着 就是对立 跟他干脆就从背后搞一下普京 帮助国际社会一起把普京解决了 那这样那边和平 但是对于中共来说 这是个巨大损失 所以他就加在这两个中间 是非常难办的 他现在非常非常难办 我们再说一下俄罗斯 他将会怎么做 俄罗斯现在显然 他已经在谈判的条件上 自己在没有 乌克兰给他多少压力情况下 他已经松了几次口了 往回推了好几步了 他现在只是想找 比较体面一点的 能够 体面一点的原因 能够让他撤出 撤出乌克兰 不要说就是被打跑 当然了 他现在为了挽回自己这么一点面子 这个面子对他说非常重要 其实我们看来已经不重要了 但他看来可能还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为了让普京继续在国内能够执政下去 他至少还能 因为他俄罗斯现在已经进行了信息控制了 俄罗斯人已经看不到海外的信息了 但是为了让这件事情能够支援其所 他还是在加强 他最后又在加强对基辅的进攻 他似乎想 看能不能还是把基辅拿下来 或者至少狂轰烂炸一通 让基辅出一种危机当中 这样他在谈判桌上有更多的砝码 他可以让乌克兰做出一种让步 因为他提的就是保持原状 他占着那些领土 他还继续占着 就说我就跟我没打一样的 但乌克兰能接受吗 你是没打吗 你把别人的那么多城市都炸得一片废墟了 也打死了很多人 包括老人 孕妇甚至 还有小孩 你怎么去赔偿这个东西 这是天价的赔偿 所以乌克兰是不会干的 那你俄罗斯总要做出让步 但普京只要做出让步 普京的政治生命 其实普京政治生命在外界看来已经结束了 他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 他把俄罗斯拖入了这么一个灾难当中 而让俄罗斯损失了这么多 士兵也好 俄罗斯的国际形象整体就完蛋了 而且被国际社会抛弃 现在经济上又被隔绝 所以说老实话 他能坚持多长时间都非常难说的 所以普京是必然要想他 如果他 他现在就在最后的挣扎 其实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他不会 就是 简简单单的 就是高高兴兴的就放手了 觉得他经过一番的折腾 你就看俄罗斯人怎么样和他折腾 但到目前为止你觉得普京好像似乎还没有人敢公开站出来在俄罗斯挑战他 从拉百姓的示威 他今天的消息是他又软禁抓了两个情报系统的人 他应该会找些人出来替罪羊 这也就是意味着他已经公开承认他们的决策错误 已经公开承认他们这次侵略从战略上有巨大的问题 那今天就找替罪羊的事 就是他普京为此承担责任的还是别人 但普京可能会有自保了 但如果普京不下台 这个国际社会对他制裁就是基本上不会这么减轻的 那现在这一切的后果 比如说传造的中国就是举打了两个的损失 第一个就是经济上的这种冲击 比如高油价 这导致中国本来通胀 因为全世界的通胀本来都是非常高的 就是因为这个疫情在恢复阶段的原因 这个时候又叠加了高油价 这个对中国来说 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厉害的这种杀伤力 因为中国的经济本来就处于一个非常糟糕的状态 我们看到中概股的大量的跌的几乎被归零了 然后又看到中国的 还有一个消息就是中国的国债 国债被大量的抛售 也是最近二三十年没有见过的这种 抛售一个国家的国债 很有可能就是这些后面的投资者 这些投资者可能都是一些大的机构 他们都是属于叫做smart money 就是很聪明的钱 他们通常在别人在觉察到这个之前 他就做出了举动 然后就肯定是因为某种原因 他们对中国失去了信心 他们就把国债 很有可能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会出问题 也许会出现货币危机 或者是中国的和西方的关系会进一步恶化 也许会被西方制裁 有可能 甚至有可能会爆发某种冲突 比如说 所以为了安全 为了防患于未来 他们就会卖出中国的资产 其中这个国债就是一个 这就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中国国债为什么会突然打电 都会被拋售 还有除此之外 中国那个房地产 这些现在 现在继续在恶化 说是那个 那个融创 融创已经对这个商票开始 就是不支付了 这种事情都是 都是小小小case了 更严重的 你比如说 最新传出来的消息说 阿里巴巴已经在裁员 阿里巴巴是 比如说中国的那个 经济当中的那个珠宝 就是那个最好 皇冠上的那一部分 他已经开始裁员了 所以中国的经济就急速的萧条 就是同时 还伴随着这一切 是中国的疫情 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这个当然是疫情当中 这个Omicron 这个是没有国家 能够控制得住的 如果你参照澳洲当时的经验 澳洲当时是 在对那个疫情 就是说没有 我们刚刚放开的时候 Omicron就来了 但是我们没有再次索紧 我们就是挺着过去了 就是 所以当时澳洲 从抗疫优等生的情况下 然后突然变成了一个 在某几天和某一两个星期的时候 它每天按照人口比例 但是每天增长的感染数 是全世界最高 超过美国了 就是那一小段时间 但后来又降下来 也就是说硬挺过去 硬挺过去的 但是因为有疫苗 大家这个原因 它其实这个死亡率非常低 死亡率低于流感 所以现在 现在其实我们每天 整个澳洲还有 整个澳洲还有可能将近两万人的感染 但是大家也不把这个当回事了 我周围的好多朋友都得过了 也就是相当于 得到这个一个星期就好了 甚至更短 也就相当于是严重感冒 所以问题不是特别大 但是中国就不一样 中国又面临很多 我也知道它的疫苗到底有没有效果 而且特别重要的问题是 中国应该 它应该有个预案 就是Omicron就是一个不同的东西 它不是新冠 就是说它可以这样宣传 它不是像原来的新冠那么严重 然后呢 它就把它的清零给它降下来 但是它必须有一套机制 这套机制就是说 你的普通人能够遵守 我该怎么办 我得到这个病该怎么办 我什么时候找医院来帮助 什么时候我在家隔离 你得到还是需要隔离的 我怎么检测 中国到现在 我只连上海都还没做到这一点 中国所有的机构 因为这就跟俄罗斯这个情况是一样的 俄罗斯就是因为上面的领导人 一个最大的头 是一个宠货 所以是一个 普京是这么一个宠货 所以导致俄罗斯整个陷入了 目前一个绝境当中 那中国的这个抗议也是一样的 中国的领导人就是 就是要走这条清零的道路 他还没有把思想转换过来 所以底下人也都没办法转 他就跟着 沿着这个清零继续往前冲 结果就是 结果就是中国绝对会因为 绝对会因为这个清零政策 他这个政策 清零政策对这个经济造成的这种损害 远高于Omicron对它造成的损害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 就是未知的 中国这个疫苗就完全是不管用的情况下 你很有可能医院有可能还是撑不住 你到底死亡率是多少 当然香港 香港现在很严重 但香港死亡率统计下来还是很不错的 香港有至少可能接近三分之一的人 打的是科兴嘛 三分之一以上可能 打的是科兴 香港的总体死亡率还是比较低的 但是没有打过疫苗的老人的死亡率超过了10% 所以还是非常严重的 也就是说对Omicron如果你的没有打过疫苗还是非常严重的 当然 到底中国的科兴有多有效啊 这个需要是数字来数字来验证 但是我个人认为已经比那个最初的那些新冠是要好得多了 但他们需要啊 他们需要从这个从上到下把这个整个这个抗疫的方式给它改过来 当然这样改过来意味着原来的一个就有好多事情就要以别人说你造成的这些损失怎么办 原来这封城这个我能造成损失 那你你打的疫苗如果没有效果 你是不是你这个医保已经付了这么多钱了 是哎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要追究一些责任 这个可能会有些有些问题 但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出来中国有迹象说他要改变他的这个这个防疫的政策啊 所以所以呢中国还在继续陷入这个因为有疫情导致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社会影响啊 经济影响不特别大 某些城市你说像上海啊这些都越上海深圳都是都是非常严重的这种呃 似曾在害吧就是说其实他感染的人数并不多啊 绝对数字的不多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就是范围是已经是全国了 而且这个是处于一种爆炸增长的前夜 就是就是 正好啊他又从零啊 往上击聚上升的时候那个那个那个点 所以我可以预知再过几天 中国的那个疫情就是每天不是增长几百人几百人几百人是几千人甚至上万人 也因为中国的这种人口居住密度啊 这上万就是少的以后可能每天会增长几十万 当然就看他会报不报啊 看他是不是真实的报 因为现在从各地传出来的时候 他们都已经在压制这个数字啊 好多数字就是不报上去 因为报上去之后这个当官的就会付出代价 就会被引节之日啊 所以我们面临这几天是一个非常最近这几一几个星期啊 这个非常全球的局势发生了一局变化的时候 你可以从俄罗斯发布了就是俄罗斯启动这个战争 你可以看到这个这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两个星期前普京还是大家都很害怕的 现在为止他还是很鄙视的 这也就是两个星期时间啊 然后中国也有可能会发生类似的变化 中国也有可能是这个 当然了不一定是因为军事原因或者战争的原因 但很有可能是因为经济的原因 他有可能这个重压太大之后他会出就会脆断 但是经济就会出现巨大问题 我们从这个中概股怎么跌的 不光中概股了中国自己的股票也跌得很厉害 你可以看到啊有些人什么呃 这个跳炉的新闻已经不少了 这个股票啊股票跌了 大家就是亏本的这种新闻就越来越多了 很有可能经济上因为加上疫情嘛 这些合在一起 这个而且经济这个也不是现在的事了 这已经拖了好长好长时间了啊 这个这个房地产这种已经已经是并无高昂了啊 他最后这一下子很有可能会让中国也产生一个像俄罗斯那样的巨大变化 OK 我们下回再聊